副議長 林市長 李秘書長 余議員 市府各單位主管 各位新聞媒體先進 下午繼續進行市長施政總質詢 請副議長主持 林市長 林秘書長 余議員 市府各單位主管 各位新聞媒體好朋友 大家午安 現在由余三發議員進行市長施政總質詢 請開始計時 好 我們大會主席 我們的副議長 還有市長 市府各局局處首長 還有我們議會的各位工作同仁 我們媒體小姐先生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現在輪流本席做施政總質詢 謝謝大家的參與 首先 先恭喜我們的林市長順利的連任 我想這代表市民對你的肯定 希望我們能夠與基隆市議會繼續 讓我們繼續聯手為基隆打拚 那麼很多的市政正在推行當中 希望我們能夠攜手 一起為基隆創造美好的未來 今天本席順利的連任 我在這裡會跟上一屆就職的時候 我第一次總質詢會講這句話 今天還是要講這句話 也就是說 在我每一個會期的質詢內容 我一定會持續關心安樂國小立體停車塔的問題 我上一屆這麼說 八次的總質詢 我八次都有說 現在我還是這樣向你們宣示 這第十九屆的任期之內 我還是持續的要問這一個議題 首先要請問一下 我一直在關心這個議題 可是一直沒有人給我進度跟回應 我想請問一下 目前這個案子 我在大約一兩個月前吧 我在一個通訊軟體裡面的群組裡面 發現了新任的里長 他很高興地向大家宣布 說我們蔡立委的辦公室副主任去現場會刊 會刊完之後 發出一紙公文 上面清楚明白的寫著 地政事務所表示 該觀音段932號土地為安樂國小的經管的土地 第二點 他們的會刊結論的第二點 都發出表示 交旅處已經在規劃當中 先前也已經都評估好了 要建置五到六層樓高度的停車場 預計可以停150到200台的車輛 而且預計年底將完成都市計劃規劃 誰能告訴我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關心四年總質詢八次 沒有人告訴我 你們餘力告訴我說 學校用地不能用 分割土地也沒有那麼快完成 什麼事情都完全沒有一點點訊息 沒有一點點回應 一個我們新任里長很積極 想要爭取 就這樣 我在別人的群組裡面看到了這個訊息 我一則喜 一則憂啊 憂 喜說 有進展了 憂 市政府把我當空氣耶 我宣誓這麼久了 表達這麼強烈了 連續八次的總質詢 通通在題了 沒有人告訴我結果 沒有人給我回應 竟然有一個新任的里長 在群組裡面這樣發布 讓我看到 這個到底要叫獨發處回答 還是要叫教育處回答 還是要叫我們這個教育處回答 還是市長你要親自回答 我們先問第一個問題好不好 誰來幫我回答 觀音段93號地是什麼地方 這是不是請問我們 讀法處好不好 那個我所查的932地方 就是整個安樂國小的學校用地的地號 整個都932號 是 那我請問一下 讀法處這裡有你們也有牽涉在內 那你們現在所謂的 這一個932地 你們已經有 在年底前要完成這個規劃 你們跟教育處你們誰告訴我 你們現在規劃到底是規劃怎麼樣 準備怎麼做 到底是在安樂國小後方還是側面 還是離他800公里遠 到底怎麼樣我都搞不懂 沒人告訴我 這個又有誰回答 焦慮處嗎 還是獨發處還是要教育處 報告一座 如果你還記得 之前有一次跟市長去會堪 蠻早的第一年的時候 市長就上一任的第一年的時候 我們去現場的時候 市長有指示說 都發處這邊可以啟動 以校園為核心的這樣子的計劃 那這個計劃有安樂國小作為基地這個計劃 那在我們這個計劃裡面積極在解決 因為它除了 當然安小的附近 停車是最大的問題 但還有很多的問題 例如社區空間的不足啊 等等的問題 那在這個整體的規劃 我們目前也是有一個 其中的一個 一個初步的東西出來 來去解決 那目前這個解決是有一些 基本設計的一些方案 好 更易做報告 你們都能夠回一個文告訴里長說 講得這麼清楚 150到200個停車位 5到6層樓 年底之前規劃完成 現在我一個在議會裡面 質詢8次4年的人 你們竟然回答不出來 到底要蓋在什麼地方 你們講不出來 我曾經講 林志請坐 我再重申一次 我對這個計劃的一個期望 安樂國小本身缺乏一個風雨操場 我希望安樂國小後方 這些已經閒置掉了 已經廢掉的 舊校舍現在已為平地 我希望從這個地方 來把它蓋一個立體停車塔 它的一樓 可以成為我們校園的一個 數百坪的風雨操場 然後它的 往上蓋二樓 可以成為我們一些 里民活動中心 或者是老師專用的停車場 再往上蓋可以連接到安一路 接下來 在安一路這個地方 又可以成為新的安樂國小校門口 安樂國小沒有校門口可以接送去 車輛不能到達 我們旁邊那個基隆四大名廟之一的持運市 如果有外地客來的時候 那個地方也沒有辦法停遊覽車 那裡面是一個新的校園門口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活動空間 那在往上在發展的時候 就可以作為這個立體停車塔 但是我聽到地方在講的 好像 我在跟你說這邊 你在跟你說那邊 他們地方都在討論說 欸 市政府要讓我們 這個安樂國小側面這邊 蓋立體停車塔了 我說的是安樂國小後方 到底是他們聽說的對 還是我建議的對 到底怎麼一回事 你們先來告訴我好不好 誰能回答我 誰能回答 好 市長你說 那個議員你剛剛提的這些 我想是不是資訊上有誤解還是誤會 我剛剛也詢問我們秘務市長 我都不知道這個事情 秘務長也不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我不曉得你這個訊息是 從哪裡來的 然後這個公文 市政府應該沒有發過這樣的公文吧 那個會不會是立委會刊 會刊的會議記錄還是什麼 市長我剛剛已經講過 是立委辦公室副主任 所主持的一個會刊 一個會刊紀錄 有公文 我想這是由立委財心服務處 所發出的公文會刊紀錄 上面就這麼寫的 而且上面 它不是說它的服務處回應 它上面寫了 我們的焦慮處有回應 我們都發處有回應 我們的地政事務所也有回應 那我現在 當然我們也很感謝 也很肯定我們的立委 願意為地方一起爭取 這都是好事 只是我想了解 到底我們安樂國小後方停車場 如果真的能夠像這樣的話 我很滿意 我很滿意 我很高興 只是要告訴我到底是要建在什麼地方 因為現在地方在流傳的是 安樂國小側面 崇德錄這一段 我一直在建議是安樂國小 接近安一錄這一段 那個焦慮處長 上面有寫 本案正與焦慮處 正在延商規劃中 評估能夠蓋多少 蓋多少 我剛剛講過了 預定年前能夠完成這個計畫 你等這些 你回答一下好不好 就我所知 因為之前也跟益作報告過 那我們申請這個可行性研究 因為要有一個想法 才去申請經費 所以我們現在是跟公務總局 申請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 所以現在可行性研究 根本也還沒有申請到 好 那之前進度也跟余醫院有報告過 所以我們現在預估 它應該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 會排審查會議 對 什麼時候 五月初到六月 五月底到六月初左右 我想我現在已經過了五月初了 五月底到六月初 它會可行性研究 它會審查 審查過了以後 它原則上一個案子 它會給我們250萬 我們去去估 停車場新建的可行性研究 如果可以 就爭取後面的前瞻的計畫 好 那我請問你 你現在往上送的 要做可行性評估的這個計畫內容 你是怎麼寫的 是不是照我建議的 在安樂國小後方建一個立體停車塔 是不是往這個方向走 我記得應該是 就是池雲市旁邊那邊 對對對 我記得是這樣 但是 但是那個東西還要經過可行性研究 它有可能盤到這個位置不好 它會左右會移位置 對 好 那請坐 我在這裡 我再重申一次 不管是立委這邊也要 或是市府這邊也要 只要大家努力能夠有個結果 我們通通很高興 但是我再一次重申 這個案子 我對它極度極度的重視 我已經是第九次 第十八屆到第十九屆 我這是第九次 在總質詢的時候 在討論這個案子 希望這個案子我們能夠共同努力 有一個好的結果 你們 你們往後 往後 我希望往後 我希望往後 有關此案的一些案子 的進度內容 希望可以智慧我 讓我討論 甚至於我們安樂區的這些所有的議員 都可以一起來討論 大家都是為地方 都希望為地方爭取 我想我不在這裡再多花太多時間去介紹這個案子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市長連任 我們各位集區所長 也都是連任 我想你們都很清楚這個案子 所以我就不再多說了 只是希望說 在我們突破用地限制的這一個難關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來討論 怎麼樣把這個案子給做完成 再來 另外一個也是很頭痛的停車問題 也就是我們道人商圈 那個黃昏市場 跟那個基金一路135巷這個區塊 我想武林街這裡 停車問題都很困難 那麼本習在這邊 曾經提過 可是好像也是都沒有動靜 也就是我們135巷底 有一個社區叫做風林小橋二起 這個社區 這個社區的對面 有一塊數百坪的土地 目前在租用給我們的這個社區 在停車用 那我大概先敘述一下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它本身是 那個私人土地 那麼這塊土地 我們它的土地是屬於機關用地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去蓋房子 或是說做什麼商業用途 所以這塊土地一直閒置在那邊 第16屆的時候 曾經我們當時的許財力市長 曾經要把那塊土地做洽購 要把它蓋成里民會堂 跟立體停車塔 因為那個地方也是 停車非常困難的一個區塊 當時用地取得 因為市政那個財政困難 所以有跟地主達成協議 也在議會討論過 那當時也已經準備分為三期 向地主洽購 把這個機關用地徵收過來 來蓋里民會堂跟蓋立體停車塔 可是萬萬沒想到許財力市長 突然往生 突然往生之後 接下來的市長跟地主之間 如何協商協商如何不清楚 但是這個案子就這樣胎死腹中了 一直沒有截下動作 那麼我曾經在這裡提過 我想可能林市長 可能你們也都忘記 或是沒有注意 再聽我這個建議 到目前為止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有沒有去跟地主截下過 有沒有準備把這個地方 這個案子把它延續下去 這個還是要請哪一位回答呢 好 市長 我請你回答好不好 這一塊土地 你有沒有去注意過 我跟你提 我在這邊提過之後 你們有沒有去注意過這塊土地 我沒有印象有這個案子 好 那我在這邊再重申一次 好 你請坐 你請坐 好 可能我上次戴過的時候 沒有講得那麼明確還是怎麼樣 沒關係 我再重申一次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這塊土地是私人土地的機關用地 因為它沒有辦法商業使用 沒有辦法去興建 所以一直閒置在那裡 現在是租給社區一個月幾萬塊 租給社區停車 我們很期望這一塊土地 當初許市長曾經跟他們談過 願意賣 財政困難 所以願意分三期 到後來 這個案子因為許市長的往生 所以這個案子就無疾而終 那現在我們希望你們能夠再試 嘗試著再去跟那個 那個土地所有全人再去溝通看看 能不能把這塊土地來徵收 把這個機關用地建為李明會堂 或是那個甚至於讀書館也好 游泳池也好 李明活動中心也好 那個市場也好 我們要做多工人的停車場 讓這個地方最缺乏的 我們把它補足 但是千萬不要告訴我 徵收會沒有錢 我這邊看到的你們 森林運動公園 西區第三期的開發 都能夠把這個土地 倉竹區這個食人土地 那麼大一片都規劃在裡面了 表示這個要花錢徵收的 不是不用錢 不是地主捐出來的 所以千萬不要說徵收有困難 只是怕說你們有沒有去跟地主談 市長你說沒有印象的這個案子 那我今天講了之後你有印象了吧 市長 我現在這樣講 沒關係 從今天開始你們有印象這件事情了吧 我想那個語言 這個應該分成兩個層次來講 第一個就是 你的意思是 它是一個機關用地 私人的 所以要做這個架構還是利用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不曉得你的用意是說 因為這個地方沒有李明會堂 所以要來新闢李明會堂 這是兩件事情 如果是要新闢李明 如果是要李明會堂的這個空間的話 這個應該是說去找 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這個雖然是都市計畫上 因為我沒有看到那個都市計畫的圖 我不太確定它的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那即便是都市計畫裡面被劃為機關用地 我們因為資源有限 是不是要放在這個地方去做架構 那架構的 因為現在不能用徵收 不是 不是說不能徵收 可以徵收 但是徵收的那一個程序非常隆長 一般的來講是架構 那現在架構一般要用市價 所以這塊地到底是多少錢 可能還要再了解跟評估 謝謝 好 那我再簡單二一的敘述 這一塊機關用地 曾經已經談好 要賣給我們市政府了 只是後來許市長往生而停止 而暫停了 希望你們把這一個土地洽構的事情 再跟地主溝通 然後這塊土地你們先去評估 它可以做到什麼程度嗎 我們 因為當初是許市長 這個故事我來講給你們聽 當初許市長是 承諾在那個地方蓋里民會堂 但是我們的建議是希望 蓋立體停車塔 或做其他的多功能使用 因為那個地方缺很多東西 生活機能需求很高 那邊的住戶密密麻麻 人口數非常的多嘛 希望那個地方不只做那個李民會堂 我們希望也能做立體停車塔 也希望能夠做一個游泳池 也希望能夠做這個市場 我們希望的很多啦 只是你們規劃之後 他能做什麼 我們就盡量做什麼嘛 那我現在是提醒你們 這塊用地希望你們去努力 希望下次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這個時候 希望能夠給我一些進展好不好 好 接下來 我們現在有公園科了嘛 我想當時在李進隆市長的時代 那時候我擔任里長 我曾經畫了一幅圖 就是把石圈寧公園建設成一個 又是公園 又是那個 那個有地上屋的一個規劃 一個計畫 那當時李進隆市長說 這個計畫很好 但是我們經費有限慢慢來實現 所以對這個石圈寧公園 這一二十年來 我一直充滿期待 那現在我們有公園科了嘛 一直希望能夠把這個石圈寧公園 這個我心中的這個藍圖 我希望地方能夠有一個更完善的一個公園 更多工人化的一個公園 機能性更高的公園 我想是不是能夠對石圈寧 我在議會裡面也提過幾次 對石圈寧的期望 不知道我們現在石圈寧公園的未來 有沒有什麼新的消息給給我 這是不是請我們讀法處 好 謝謝一座 那因為我們這個在前面的專案討論時候 也有討論到公園科的部分 跟一座報告 因為現在目前的全責分隔 兩公頃以上部分的規劃設計 尾管部分才在公園科啦 那你現在講的那個部分 因為我們手上的部分 應該不會是兩公頃以上嘛 所以這部分應該 那個全責單位還是在區公所那樣的手上 所以現在叫我馬上給你一個資訊 我沒辦法給你比較統整的資訊 抱歉 好 那現在全責單位還是要區公所啦 那區公所 誰能代表區公所回答我一下 目前石圈寧公園有沒有什麼未來的規劃 我還是要質疑 對 我還是要質疑 我都要質疑 你問我 我還是要質疑 那我質疑 那我也要質疑 那我質疑 有質疑 那我質疑 圍館當然是區公署要做圍館 但是那個規劃可能要跟區公署再討論一下 是不是可以來開闢做這個公園 好 謝謝 在我們這一次 市長的施政總報告裡面 對我們很多公園都有做一些 所謂的市民共享樂園 把打造這個公園的這些願景都有勾勒出來 其中也寫了好多個公園 就是我經常在關心的石圈寧公園 好像在裡面是知字未提 我只期待我們能夠趕快 給石圈寧公園一個新的未來 這個公園就在安樂國中的前面 是我們的台二線 這個車水馬龍的一個必經之地 而且又是一個大轉彎 很容易引起有客的注意 經過這條路的人都會注意到這個公園 真的需要好好的整頓 很可惜啦 在這麼好的一個地段 這麼好的一個空間 沒有好好規劃 真的很可惜 我希望能夠在下一次 在質詢這個議題的時候 能夠聽到好消息 好 接下來來談一點就是我們比較欣喜的事情 目前我們的五聖街 五聖街後面的這一個工程 很高興在這個 上個月四月下旬的時候已經完工了 五聖街底的防洪這個設施已經完成 我大概敘述一下 2017年的6月2號 道倫西淹得稀里花啦的 上了全國媒體 大家都要關注 淹得亂七八糟的 當時我們去查清楚 去找到了 五聖街這麼高的地方也會淹水 原來是在五聖街後方 有那麼一大股的水流 會流到五聖街 導致五聖街淹水淹完再去淹五輪溪 那麼在五月 在6月13號的時候 6月2號淹完水之後 6月13號剛好 那時候立委會刊的時候 剛好第四個山區水利署的人都有來 那時候我們有跟他們現場馬上建議 所以當時就在五聖街底設置了一些太空包 把這些水給輸導到西濱快速道路 讓它去排到大海 確實也得到一些效果 所以經過我們大家的努力之後 在去年的9月8號 全基隆到處淹水淹得稀里花啦的 五聖街跟五輪溪沒事 連我們後來加蓋那個梯房都沒有淹到 表示這些排水確實有起了一些功效 五聖街終於沒有淹水了 這是一個好消息 那麼昨天也有好雨出現 那麼本席就趕快過去現場看看 看他是不是已經發揮功效了 看他排流的情形是怎麼樣 也很湊巧的我們市府的工作人員 也有去現場 剛好也去現場巡視 我們就在那邊遇到了 那麼我也在那邊現場跟你們聊了天 我想在這裡做一個建議 公務處 這一個目前來講的話 我想那個地方 目前整個生態工法做得很漂亮 兩個不知道是塵沙池還是蓄水池 整個塵沙池或蓄水池有兩個 那個地方附近的植被做得非常好 我現場在看我覺得 這個地方以後等到草皮長好 等到這些樹木開始長好 應該有可能成為一個所謂的打卡的地方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建議 建議說我們往後這個地方 很有可能成為是一個小景點 想請公務處代為轉達地方的一個建言 希望這一個地方 那兩個塵沙池還是智鋒池 我有去看水還蠻深的 老實講整個工法做得不錯 但是有一個缺陷 就是那兩個塵子旁邊 完全沒有安全防護措施 我那天去的時候我差點跌下去 我還不會太太水 陰沙池不知道要怎樣 因為那個地方 那一天剛好下雨陸滑 那我才感覺到這個很危險 萬一以後遊客過來 尤其那個地方我在猜想 搞不好以後晚上會有螢火蟲 搞不好會有人去那邊看螢火蟲 那如果這種情形的話 夜間燈光怎麼辦 所以希望藉由我們公務處這個對口 跟那個水利署這邊來反應 希望那個地方的池子要設安全防護措施 還有夜間的一些燈光照明 以及那個檢疫的一個路階 因為目前好像是沒有 那個地方真的是我們的德政之一 不但解決了五聖街淹水 甚至可能也會舒緩了五人溪的淹水 再來又多了一個休憩的一個場所 以後綠又有一片我相信會有人去那邊 希望這個建議由我們公務處替我們轉達 給那個水利署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討論到 這一次我們曾經去看的 基金公路跟六二快速道路 我想基金123路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努力了非常非常多年了 一直沒有辦法做徹底的解決 所以在這裡我們已經提播給公路總局來圍管了 那麼這次我們的市政考察裡面 有到了基金公路這邊來做討論 其中讓我覺得說有一點納悶 我們有部分的短期改善方案 因為我們分了短期 中期 長期 短期的方案裡面 我們討論了這麼多年了 我還記得兩年多前的最後一次會刊 還在那邊寫 還在那邊講 講說應該改善哪幾個地方 譬如說六二的口兩線道改成三線道 這講這麼久了呢 到現在他們還在研究階段 是不是我們交接給公路總局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交接得很清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是不是有些東西根本沒有交接給他們 譬如說 我建議了幾次 結果公路總局那天聽我這麼建議之後 他實際上在旁邊跟我講說 這個建議很好啊 怎麼之前都沒人說 我建議內容是什麼呢 現在從這個新加坡社區下來這個地方 一直到六二出口這個地方 只有一小段不可以 其他的話 通通都是一邊靠山 一邊靠西 我那一天我跟公路總局的人建議 我說我們陸服不夠嘛 你現在考慮要把中間的分割島打掉 當然打掉可能車道就會多一點了啦 但是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建議說 是不是往五輪溪的上方 做一個懸吊式的 大概1.5米 甚至於2米的寬 做一個懸空 懸在五輪溪上面的人行步道 那麼我們因為這樣子 那個基金公路上面的人行道 就可以廢掉了 就不用人行道了 因為已經在五輪溪上方 做一個懸吊式的人行道了嘛 這個工法應該沒問題嘛 而且也不會影響五輪溪的水流嘛 並不是加蓋喔 只是在上面大概1.5米的 一個懸吊式的人行道 如果中央分割島打掉 這個人行道有打掉 那麼增加出來的 至少就一個車道以上了 我想這個對基金公路塞車的這個改善 短期短中期來講的話 都是一個很好啊 當天我在現場考察的時候 我提案提議給公路總局 公路總局這是很好的建議啊 怎麼聽到的講法好像沒有人提過耶 我記得我在這邊提過好幾次啊 可是為什麼我們交接給公路總局的時候 沒有這個 是不是我講的話不算數 還是你們不重視 還是有分顏色 沒有放在心裡 沒有去做記錄在裡面 所以公路總局根本沒有這個訊息 所以我希望說真的不要這樣子 我們應該把好的建議 應該都接納了 我那天這麼一聽 我說奇怪了 我在議會總資訊的時候 我提過幾次啊 五輪溪建一個那個 檢疫型的人行道 就可以拓關基金公路 我講過幾次啊 可是這個意見好像你們沒有聽進去嘛 所以公路總局也沒有收到你們的交接啊 好 我們另外再來講 六二這一個問題 就是說 裡面有三個方案 都是從六二出口現在這個地方 再接 接到萬里 那麼三個 三個方案 都是從六二接到萬里 那地方的居民都有意見啊 因為他們都很擔心 自從萬里開通之後 他們的居住品質 他們的生活品質 他們的一些種種 都受到很大的困擾 所以希望我們那個公務處 能夠轉達一下給公路總局 是不是可以研議 第四個或第五個以上的這個方案 也就是說 可不可能再往前推 所以盡量不要再 我說真的 因為使用到六二快速道路的人 幾乎大部分都是外地的遊客要去萬里金山啦 對於我們的基金二三公路來 基金二三路來講的話 今天說是 說得難聽還是 沒有洗肌軟啦 是放肌軟的啦 只是來幫忙塞車啦 我建議 是不是應該把這一個 不好意思 我把關不起來 是不是可以把這一個 整個 就是在我們的隧道前 甚至於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讓它接去萬里了 所謂萬里高速公路 不一定要進入我們的嘛 只要有一個出口 讓我們可以在那邊出口就好了嘛 所以希望可以 向公路總局來這一個建議 當然因為這個問題 當天公路總局又有回答 公路總局的意思是說 他們是公路總局 他不是高速公路局 所以這又要牽涉到跨部會了 是不是希望我們的這個 交旅處跟公路處這邊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的公路總局 還有跟高速公路局 一起來探討 是不是有什麼辦法 讓六二要銜接的到萬里的 這一個起點 是不是可以跟高公局來做討論 是不是有什麼更好的 第四方案或第五方案 這是我做的建議 再來就是說 這一個我們的整個這個 市長這次的這個施政報告裡面 我想有提到很多我們很期待的事情 不過裡面我想建議一下就是說 針對我們的湖海大道還有外木山 這兩個地方好像在施政總報告裡面 是知之未提 因為它跟基金一二三公路是一樣 它已經交給公路總局去圍管 那我們的外木山跟我們情人湖 現在是交給那個北關處在圍管 所以在施政總報告裡面 對這兩個地方都知之未提 我想我們家不去去高的別人家 但是我們也是要關心一下 外木山我們的那個湖海大道這個地方 曾經是在幾年三四年前吧 曾經是網路票選海岸線第一名 可是別關處並沒有對我們的 外木山海岸甚至於對情人湖多做琢磨 只有檢疫的一些修繕 一些檢疫的設施而已 我想市政府應該多多介入去跟北關處 為我們的這一個我們脫氧出去的 這兩個地方多多關心 讓我們的情人湖 你看現在情人湖連我們的早起會都不能使用 我們的這個外木山這邊 就是票選冠軍之後 並沒有後續的一些特別的作為 我想這個地方希望在這裡提醒一下 我們的市政團隊 應該把這兩個地方 還是要當作自己的孩子在看待 好接下來就是我們比較關心的 道仁森林公園我想萬眾矚目眾所期待 我想這一個地方我們一直一直以來 就是很希望能夠把這個地方 因為當初都是卡到所謂的新山水庫 自來水公司的用地取得的問題等等 所以我們從前有很多很多的建議 一直都沒辦法實現 現在終於在我們林市長你們的團隊裡面 現在終於露出曙光了 我們希望道仁森林運動公園 能夠好好的規劃下去 那麼在這邊本席只是很期待很期待 只是在這個地方我要提一些我們在地方上 所聽到的建言 希望在道仁森林公園的這個規劃上面 能夠聽聽我們地方的民意 我今天以民意代表的身份 在此向我們市府團隊做一些建言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一次的志鴻池 在我們的棒球場這個地方要做志鴻池 我曾經在這裡建議過 這個志鴻池要做的是要把整個棒球場給掀起來 然後棒球場要重做 我曾經建議說棒球場重做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在下面志鴻池這邊 做一些所謂的淨水設備 還有我們的所謂我們道仁森林區最需要的游泳池 這一點有誰可以回答我 我上次的建議完之後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這是我們這是都八嗎 還是還是 還是市長你回答 因為這個游泳池我神給你建議 你回答我的 好 謝謝 這個余議員的建議 這個是當然是聽起來好像都是水 不過志鴻池跟游泳池還有淨水池是三個不太一樣的功能 志鴻池這個就像它這個字意上的一個意思 它是有一個空間在那個地方 如果有這個多出來的溢流的水的時候 進來到這個地方去讓整個洪峰 或者讓整個倒輪吸的水 不要這個因為這樣子而溢出來 那在那個棒球場下面如果去蓋游泳池 這個就不是第一個啦 就是說站到這個地底下的一個體積 它的一個空間 這個當然就會減少這個志鴻的這個容量 那另外在那個下面適不適合去蓋這個游泳池 我覺得這個可能又是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一個問題 然後另外是淨水池的話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淨水池它必須經常性游水 在做這個淨水的相關的一個工作 所以這三個事情 我們整體再來想一想 好 對 想一想最好了 因為我要告訴你 因為在比如說香港國外有些地方也是一樣 志鴻池會再增加所謂的淨水設備 然後把這些水再利用 這是國外有的案例 國外有的案例 我希望就是說這些水是不是說 再經過更好一點的過濾 就可以拿來給游泳池用啊 我的個人建議是這樣子 因為棒球場那麼大 扣掉志鴻池之外的 是不是還有空間可以把它拿來做游泳池 因為我們大五輪隊區真的非常需要游泳池 剛好有這個機會 是不是可以把它列入考慮 列入規劃 列入計畫 嘗試看看 不要說 不可能嘛 好不好 把這個建議把它納入看看 這是第一點 我對這一個地方的建議 還有第二個 就是說之前曾經有職棒的團體 曾經來過基隆討論過這個議題 也就是說基隆市這個棒球場 如果再往後方稍微再發展一點的話 可以達到這個職棒的一個要求 可以達到那個規格 現在你們的森林公寓的計畫 到怎麼樣 我們現在只是看到你們 一個初步的規劃而已 我在這邊是要建議 當棒球場要重建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考慮把附近的土地 做一個適當的配置 讓它能夠達到所謂的職棒的規格 因為當初就說 好像是後方的勘台不夠 這個場地只要稍微再增加 就可以達到職棒的規格 如果可以達到職棒的規格 是不是在趁這一次的改建的時候 把這個規格給達成 讓基隆也能夠舉辦職棒 讓這個運動人口也可以建到基隆 也可以促進基隆的運動 也可以促進基隆的商機 我想這也是好事宜裝 希望這一個建議可以納入 納入你們的考量之中 讓我們的棒球場 可以達到所謂職棒的規格 當初職棒沒辦法進來 是因為我們棒球場的規格 不符合職棒 趁這個機會 希望好好把握 把它列入你們的考量之中 再另外一個建議 希望到冷地區這麼缺停車位 那麼森林公園以後也會有遊客進出 所以停車場勢在必行 我希望趁這個機會 能夠把停車的這個空間多多的重視 讓以後的遊客跟我們當地居民的需求 可以趁此機會獲得解決 希望這個森林公園可以帶來這一個我們最大的期待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個籃球場還有以後的一些部分的設施 希望能夠多多考量基隆多雨 像我們很多籃球場下雨天都不能打球 這邊譬如說以後的極限運動 我們也很期待啊 可是極限運動如果下雨又不能用了怎麼辦 所以我們希望在規劃的時候 在此建議 希望能夠多多考量雨天的因素 讓我們這些運動在下雨天不要終止 像籃球也好極限運動啦 甚至於雨球網球都一樣 我們在這個地方很期待很期待 多一些那個運動設施 在這個防雨的這個考量上面跟遮陽 希望一定要列入這個重點的考量 再來另外一點 也是我在地方聽到的民眾給的建議 也就是說在這個步道的區塊 我們很希望不要跟現在的秦仁虎一樣 現在秦仁虎有很多居民給我反應 他現在不敢去那邊爬 因為去那邊爬的時候 那個蛇比手臂還粗啊 基於我們所謂的生態 所謂的這個保育的問題 所以你又不能去擋它 不能去打它不能怎麼樣 所以變成很多人就乾脆不敢去爬了 我們為這個也很頭痛 兩難啊 對不對 所以包括秦仁虎步道 以及以後我們的森林公寓我們的建議 希望能夠在比較人會出沒的我們人類在走的地方 可不可以在步道附近 可不可以設置所謂的防蛇龍 我想這也是有成功案例 你在步道兩側把它設置防蛇龍 我們沒有去影響到它 只是不要讓它來步道影響我們而已啦 希望這個規劃裡面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除了排水設施啊 階梯等等就當然要設計啊 不過我希望你們能夠把這個防蛇龍 可以規劃在裡面 讓以後這個地方 不要去恐懼 在走路的時候 尤其夜間 如果去打到怎麼辦 希望這一點地方的名義 反映給你們知道 還有包括秦仁虎也可以這樣 向北關處做建議好不好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 極限運動場 也希望一定要做好好的考量 另外有地方也向我建議 這個地方區塊這麼大 當然之前我建議過的清水空間 就是說把五輪溪的水 做一個適當的出過濾 出過濾 就可以另外做一個水道出來 來做所謂的清水空間 我想這個蠻重要 那甚至於清水空間 還可以結合一個目前最需求的 就是露營空間 希望我們在整個森林公園的計畫裡面 我們希望地方的需求 希望地方的建議這些名義 我們在這裡提供給我們市政府 希望列入這些考量 當然還有很多的寶貴意見 沒有辦法這邊一一在這邊提 時間有限 在這裡不用多做回答 只是給你們做一個建議 接下來簡單帶過 就是時間有限 我們在高地供水的這方面 我們在這個報告事項裡面 也有大概回答了 目前來講的話 資大學公司已經擬定了 所謂的高地老舊社區用戶 加壓受水設備的改善計畫草案 預計將有這個17.92億的資金 要投入改善高地供水 那麼第一期就有7.17億元 在四年內這個計畫 我想在我們的報告事項裡面 也有提到 那裡面我想請問 因為當天立委有個在壯觀台北社區這邊 也有提過了 我想請市府在這邊 讓我們的民眾回答一下 讓我們的民眾 這個計畫 目前立委說說正在努力 立法院也說正在準備 那我們基隆市政府 有沒有做什麼準備 所以市長麻煩你回答我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余議員指教 我想這個案 高地供水水利署 進一步的這個案子 其實我在大會報告好幾次 這個其實是從我們幸福華城 成功的案例而來的 那現在大概完成這個相關這些規劃跟法案的一個草案 不過我們必須在這個審議通過之後才能夠聚以執行 那我們市政府的話 其實當初我們有提報了我們基隆市有這個高地供水的這些相關問題 然後自來水公司其實也有整個做評估 我如果印象所及 因為基隆市的高地供水問題比較嚴重 所以我印象所及我們有好幾個這個地方是列在比較優先的案子裡面 那我們接下來只要這個一通過 我們會在今年的下半年預算在編列的時候 我們也會來做相關配合的預算的一個籌編 好 謝謝 好 這個所謂的523嘛 水利署5嘛 那民眾3嘛 我們市政府52嘛 希望說這個草案一通過之後 在今年第二個會期的時候我們的審查預算裡面 希望能夠看到相關的預算 好 讓我們明年能夠趕快把這個噩夢解決 希望 謝謝市長你們的努力 也希望我們繼續一起努力把這個問題給解決掉 好 時間有限 我現在再把我個人的一個看法在這邊做一個表達 就是說剛剛那個議題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邁進入三項往壯觀社區的這個道路 我想我們在報告思想也有提過了 我想這邊也不必多做解釋 我只是把地方名義轉達 即使現在因為計程香道等等的問題 我們都有在努力 我們也一直在建議 市府也一直設法 地方也一直在建議 可是一直卡到一些法令上的問題 一直沒辦法解決 導致民眾抱怨 道路坑坑洞洞洞破損不堪 不是我們不做 不是我們不建議 我們都有努力 但是市民要的是結果論 希望在此 拜託我們的市府團隊 趕快設法 趕快設法跟地主溝通也好 或是有什麼相關法律 或是有什麼解釋的方法 盡量努力趕快想辦法讓這條道路平整 因為社區民眾叫鼓連天 確實也非常危險 我知道大家都努力了 可是民眾要的是結果 希望我們一起共同努力 趕快把這個問題解決 即MI進入三項 也就是父親天下 往壯觀社區的這一條道路 希望我們一起再繼續努力 好 時間上的問題 我來大概再講 我當然還有富貴市場的改建案 還有等等 那我現在先提一個 所謂的天外天掩埋場 這次我們去考察的時候 老實講是我議員任內 第二次去考察的 那麼我想 裡面有寫 而且我們很努力在保育生態 也很努力在把這個 掩埋場做一個綠美化 把這些無碑都是為了什麼 都是為了要等 埋在下面的這些垃圾 讓它分解掉 這是就像我們那時候 就是從前這個垃圾掩埋的碑戈 但是我在這邊 沒有什麼好那個的 這是提一些建議 我們希望說 現在在等這些垃圾分解 然後要把它成為一個 保育生態公園 我想在這邊做一個建議 因為其他縣市已經有案例了 現在科技日新業役 本期建議應該比照 去這樣辦看看 用比較先進的科技 例如現在有一個科技叫做高溫裂解技術 高溫裂解技術 這一個科技 已經可以將生活垃圾 甚至於塑膠廢料 更甚至於醫療廢氣物 都可以用經由高溫裂解的方式 把它變成非常非常小的爐渣 比現在爐渣好上非常非常小 這是一個新的技術 而且已經有縣市開始要實施了 那麼由於這一個裂解技術 它可以在分裂解這些垃圾的情形 的這個時候 順便也能夠產生生質的油跟燃料 跟生質的跟電 油跟電 在燃燒這個垃圾的時候 能夠產生油跟電 還可以賣錢 所以甚至於有計劃出來 就是要把掩埋廠裡面的垃圾 全部挖出來再重燒一次 把這些掩埋垃圾 不用再等它幾十年再來分解 直接就挖出來把它燒掉 而且又產生油又產生電 又可以賺錢 我想這一個技術 希望我們能夠去多多了解 不用再一直花錢去等 掩埋廠的這些垃圾分解 我們可以趕快去洽詢這種技術 讓我們的垃圾的處理 能夠進一步科技化 又能夠解決掩埋廠這些問題 又能夠搞不好為我們事故賺下不少錢 這一個在此把這個來建議給我們市政府 接下來下一個議題 就是說我們基隆市的廟口商圈有比較小 針對我們的游輪母港這個游輪商機 我想大家都提很多建議 我在這邊再提一下個人的潛見 我們曾經提議說要把那個基隆廟口擴大 那麼現在這個遊客已經這麼多 游輪遊客這麼多來到基隆 但是不能只到基隆港 應該來到基隆市 所以我這邊建議 我們是不是可以弄一個類似所謂的 沖縄的那個所謂的什麼什麼 國際通 類似這種一個商圈 專門讓游輪旅客下來可以逛 而且要有在遮雨的設施 不要說漏漏因為基隆很漏漏的 不要讓他們說來到基隆沒所在生 是不是能夠有類似這種商圈 可以販賣全台灣的民產特產 讓他們下來在基隆逛一圈 就可以把台灣的民產給買完了 讓旅客能夠有吸引力來到我們基隆 我想這一個建議 希望我們能夠把這個遊人遊客留到基隆 這是我這邊一點小小的建議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規劃案可以做 只是我個人一個建議說 希望能夠把遊客用一個知名的商圈 一個吸引人的商圈把遊客留在基隆 讓基隆可以發大財 遊客願意來 我想這是對我們遊輪商機的一點期許 另外本期也接獲那個反應 希望我們市府這邊能夠跟港務公司 來做一點點協商 這是一點小事情 也就是說 游輪本身有這個美意 讓遊客要下船的時候 殘障人士可以優先下船 我想這是一個美意 可是不知道在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我接獲這個司機跟我反應 他雖然可以先下船 可是要去接殘障人士的車子 並沒有優先進去 導致殘障人士下來之後 車子還沒進來 車子還在後面排隊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跟港務公司 再做溝通 你讓遊客 殘障人士可以優先下船 我們的接駁車輛也可以優先進入 希望這個問題 是不是我們跟港務公司做一個溝通 接下來 如果說遊客 剛剛我們講的 能夠吸引到我們的基隆來停留的話 另外我還要建議 基隆現在部分的燈台也已經開放了 本市也在這裡提過好幾次了 我們到外縣市都有所謂的小車接駁 雨嵐車再來這裡 換小車車去一趟 雨嵐車去不會到它的景點 那麼現在對基隆來講 這個商機已經漸漸浮現了 希望我們市府能夠去推動輔導 把這些遊客用小車的這個方式 一、兩、三、五、八、五、八、 載你去哪裡洗洗 你看現在燈塔開放了 遊覽車到不了 可以讓小車接駁上去 我們的百米用砲台 我們的荷蘭城 海門天險 這些有些地方是遊覽車到不了的 是不是用這個小車接駁的經濟 是不是可以帶動遊客留在基隆 又可以促進我們的商機 跟我們的工作機會 景點又可以多做一些生意 我想這一點 希望我們的焦慮處 跟各個單位能夠多做考量 那麼時間有限 我想其他的議題 我們以後有機會 我們再繼續討論 那麼謝謝今天各位 在這邊的接受我的這個市政質詢 謝謝大家 我們一起繼續共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余議員 現在余議員的總質詢時間已經到了 本期宣布休息十分鐘